姜总 姜总 今天白天的保安室 出那儿脏了 换一个吧 姜总你想要执照的 谢谢 帮你叫了换所的 您早晚 这一期 特别小心开始 姜总我好了 姜总 我好了 怎么巧 一起走了 你看见我那床上四天套了吗 二六三 林青春 这哪有夏孟案 上面的数据能够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的 夏老板 如果不介意的话 明天开始让林小姐来我们星海上班吧 别误会 只是为了提交工作效率 没有其他意思 好 这是我们寝鱼的龙姓啊 从现在开始 林青春就是您的人了 不 星海集团的人了啊 行 嗯 这是你的工位 江总让你安顿好去他办公室 哦 好的 谢谢 谢谢 嗯 那那我走 嗯 那那我走 那那边有点事 你去对一下 嗯 知道了 坐 这个星海集团和警局常媒 针对此次合作你定的合作 你看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我下网上送你公司去找 对了 还有件事 我找了一位专业打官司的律师 你有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问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今天把家里的事情都解决了 要了 谢谢江总 你叫什么 没有 你跟我们说过 你长得特别像大黑牛 你 lieutenant 我们先个人 要得封面 这个2015年 你不过 你还能不断 你不断 哈哈 哈哈哈哈 哎 这个好帅 好帅 陈先生您怎么做非常明智 可以 林青春 算你可 咱们走球 你和林小姐已经两清 希望以后不要再打扰她 你又是哪个聪明 星海集团 江楚河 你这个贱人 你不怕遭报应吗 我叫她叫宝 叫宝啊 哎呀那更好啊 让你们全公司的人看看你有多不要 林青春 我把你当最好的闺蜜 没有想到你竟然抢我的男朋友 还用逼婚这种下贱的手段 现在找到了更有权有势的富二代 不仅把她甩了 还把她辛苦在前买的房子占为己有 还有我流产 也是因为你在我刚怀孕的时候冲到我家里 一把就把我推倒在地上 我才流产的 林青春 你现在什么都有了 你能不能看在我俩多年闺蜜的份上 把房子还给我们 说完了 成欢呀成欢 你不去当演员 可真是浪费 诋毁人也要有个限度 你说这些话就不怕自己先遭报应吗 你以为我们这很闲是吧 赶紧走 要不然把人交给警察 帮你开玩 林青春 没有交出我和你算个什么屁啊 放开了 嘿啊 说得 哎 我就是能够平板山椒红包啊 哎哎哎 哎哎 啊 你去车子我咋子 我不想太多了 我来走 你去吧 再也是 我去吧 让我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我来吧 感谢观看